当宅宅下班的时候 将会打开 昂的开关 宅宅下班中 昂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宅宅下班中 我是阿芷 那大家今天看漫画了吗 阿芷呢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又是我一个人录音呢 就是我今天要推荐的这部 应该也算是科幻日常类的作品 那我今天要推荐的这部呢 大家应该已经有看到书名了 就叫做水霍星年代记 这部作品是由大石胜老师他所绘制的 那因为他的书名 其实他比较特别啦 就是说因为他的书名 其实并不是就是像一般漫画 写着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 他是有类似写的像是水霍星年代记 然后第二集叫做什么 旭水霍星年代记这样 然后第三集是什么 翠然后环什么之类的 总之就是他会在 水霍星年代记这个书名之后 再加个前缀 那全系列的话应该是六集 不过他还有一个就是 有点类似 连载的那种风格的 不过因为那边本台湾没有代理 台湾这边由常常出版社只代理了六集 那正好差不多就是他整个系列的完结这样子 那至于水霍星年代记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喔 简单来说 其实我当时啊 在看第一集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它好像是一个比较类似近未来的故事 因为第一集的内容啊 它是从一个叫做那个轨道电梯 就是在离地球大约四万公尺的位置 有一个那种太空轨道 然后那超级是从那边在那边工作的一个女士 然后她就下来到地球 要寻找一个男士这样子 一开始用这样的故事展开 然后因为它是一个 它第一集的风格其实是一种就是 它是来到一个像北海道这样子 就整个下雪 冰天雪地的一个冬天 然后她在那个很冷的环境之下 就是请她的那个 算是邮才吧 当地的邮才帮她送行之类 就用这种方式展开 然后她就会你就看到这个故事背景 就是她具有一种 很浓厚的一种 现代的怀旧感 现代怀旧感这形容有点妙 总之就是 她因为作者她的笔触吧 相当的 要说潦草嘛 要说有个人话嘛 就是其实她的风格很有 古风 讲古风有点奇怪 就是她不太像是现在的 现代人的那种 现代漫画的那种风格 她比较像是比较早期的那种漫画风格 不过 这个漫画风格也是在前几集比较明显 就前几集的时候我会觉得她的 作者的作画 她的笔触会比较强烈 然后角色的 角色的绘制感觉也比较 比较笔触感也比较强 这部漫画它是在2007年开始连载 然后临载到2009年 那不过短短三年的时间 从第一集到最后一集时 那个我就发现作者的那个画迹啊 有显著的 呃 提升吗 应该说提升吧 因为就是线条变得很干净 然后也变得漂亮 这个还蛮有趣的 大家如果 如果大家有从第一集翻到第六集的话 就发现它里面的那个 慢慢绘制的那个涂面吧 就越来越漂亮 到最后一集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 呃 我就算是变得很漂亮的线条的那种感觉啦 好我们先回到故事 总之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会让人觉得 它确实是一个 在一个有科幻的世界的背景之下 然后就是讲述一些关于 呃 人们之间的故事 那因为 可能是作者的喜好吧 在这个故事之中里面啊 关于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还 琢磨还挺多的 然后因为它是属于一种短片合集式的 它虽然是在一个 它是在同一个世界观底下 然后很多不同的短片合集 组合起来 而且最好玩的是一开始的时候啊 我看第一集的时候 第二集到第三集 对到第二第三集是 我还看不出来它其实是同一个世界观 所以我在想 作者它到底视线有没有想过 它是同一个世界观 或者是 它可能边话边想 然后最后把它们统整成同一个世界观 或许也是这样啊 总而言之就是 它里面啊 它的每一篇的世界观 它有的篇数可能是同个主角 那有的篇数并不是 然后有些角色 它们之间其实彼此有认识 或者是有亲属关系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还蛮 呃 有点错终复杂的故事 就如果你想要去了解它的背景 它有点错终复杂 但是不用担心 当你看到第六卷最后的时候 我们的作者呢 他也不是他 他就有人帮他把整个水火星年代季的所有故事 把它列成年表 还有把里面所有登场角色的关系图 又把它画出来 所以如果真的到处很混乱的话 可以直接看 呃 第六集的最后面那边 有备注 可以用那个东西 会比较能够清楚知道 哪篇短篇 它是在哪个时间点发生的故事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回到内容 呃 老实我个人还蛮喜欢水火星年代季的 虽然他有的故事会让人有一点 嗯 怀旧感吧 我还蛮喜欢作者 他在拿捏那种科幻背景之下的人们的生活 以及那种 怀旧感的人们的生活 因为这个故事 他其实 我刚刚不知道怎么提 就是他是一个贯穿了1000年的一个 一个非常长久的故事 那虽然说没有到 他虽然好像只有一篇吧 是提到1000 差不多1000年前的事情 那不过因为 那个时候的人们的生活 其实跟现在有一点像 嗯 所以其实分不太出来 加上他的故事的剧情 他的年代是一直 一直有点算是乱跳的 他并没有 嗯 并没有照顺序 他是一直有到最后一集 那个月娘 第六集月娘时 他才是算是最新 算是 子世代或孙世代的故事 所以 那边看起来的话 时间比较没那么乱 但是前面啊 然后真的有过乱的 然后每一篇有时候 换了不同的角色出来 你都会不太确定说 这个时间点到底发生在什么 发生在什么地方 这样子 那 我很喜欢的话 就是我很喜欢里面 有一个布拉克家族 布拉克家族 在这个水火星年代记里面 他的登场频率很高 然后这家族 大概就是四五代人吧 他们都有 他们各自的故事 然后这 怎么讲 他们这家族 被称之为恶名照 这样 虽然他们是一个 算是很有钱的家族 可是他们家族的人呢 都有一种 很神奇的 冒险性格 然后那个冒险性格 常常就会有一些 很大的发现 然后加上他们的那些伴侣们 通常都很优秀 所以就是 算是一个很传奇的家族吧 布拉克家族 在这个故事中还蛮有 蛮 比重还蛮大的 对 你可以说算是这个 整个水火星年代记的 主要的主角家族 对 你可以这样子去想 所以有布拉克家族的人出现 大家就知道他们就是 对 很有趣的一群人 那我个人这几篇故事看下来 就这六本 算是短篇合集吗 讲关于说他们在 在这个环境背景之下生活 那我觉得我稍微捏他一下好了 就是为什么我说 一千年前好像是因为说 在一千年前地球有发生过 文化大灭绝 所以那个时候是一段历史的空白 然后过了一千年之后 人们又开始恢复到现在的这种 就是科技已经变得非常发达 然后他们后来就是 在这个水火星年代记的故事里面 就会有 他们就会发现到说 其实他们已经算是第二世代 其实还有一千年前 那时候他们发现了 因为某些发现 他们知道了原来一千年前 曾经地球环境变得越来越糟 然后那时候其实 在现在你就看到 其实故事中还有很多 水面已经都是非常的高 然后土地有很多地方被淹掉之类的 就是地球其实不是那么的 很显然就是已经经过了那种 温室气体 然后造成海平面上升的那种状况 但是因为人们已经适应了这种环境 加上作者 他的描述方式会让你觉得说 人们好像已经是在这种 地球上生活的已经很自然了 可是其实后来仔细想想 你会发现到说 其实可能这个时候的地球 可能并不像我们现在的地球环境 只是说因为那个年代的人 已经适应了那个年代 所以我才会觉得好像 觉得OK 那我觉得这个感觉很有趣 就是当我在看水后星年代记的时候 我会把它当作科幻 可是我有时候会把它当作幻想戏 因为一开始作者没有讲很明确的说 我会觉得他好像有参差了一些 幻想戏的作品进去 可是后来你才会知道说 其实这已经是个遥远的千年后的世界 那千年后的世界变成什么样子 可能就跟现在可能很像 但是也有一些可能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这种 这种误差让人觉得 我看的很有趣味啦 但是就是唯一的缺点就是真的看的蛮累的 因为你知道作者啊 她的画风 对 她的画风 她的画风其实 长相 很像 这是一个 当然你可以说因为 像布拉克家族的女人长得有点像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但是 她其实其他的角色 长得真的有点像 所以很难辨证 你只能从名字去确认说 她到底是谁是谁 我觉得这个 这是画技的问题啦 我觉得 不能这样子 不能一篇改制 但是就是 看的其实我是觉得有点累啦 因为分辨她是谁是谁 后来说我就决定干脆不管她是谁是谁 我就单专心看故事 然后这个部作品里面 她真的还蛮多爱情故事的 不知道是不是作者的兴趣 就是那种 少年少女之间的那种青涩的爱情故事 然后也有成人之间的那种 比较open式的开放式关系 也没有啦 也没有人家也没有这样子 不过整体来说 她的每一篇故事都是偏 温馨 然后偏 比较好的结局 就是好像 我记得好像没有什么 太糟糕的那种坏结局的故事 大部分都是好故事 所以其实我觉得看的蛮 可以放心看 对 可以放心去看 那 有些角色还蛮有魅力的 对 我个人是 我个人真的很喜欢布拉克家族 我虽然讲很多遍 但是我觉得 虽然他们在周围人 来讲是恶名昭彰 但其实都是很有趣的一群人 那 目前水护新年代季 这部漫画的话 它是有电子书 不过电子书只出到第三集 前一阵子吧 好像有听我朋友说 似乎有机会重新再版 我是希望 因为毕竟是长虹的书 或许有机会重新再版 但是就是看看 有没有人愿意买 那我是想说 如果啦 如果真的很幸运的 那这部作品有重出的话 那 或许 看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因为它 它虽然前面剧情有点乱 但其实故事还蛮有趣的 你把它当作是一个 爱情故事 爱情故事 或者是 前面的故事 当里面有几篇 我真的印象很深刻 那我就觉得 我不特别提 我觉得让大家去享受一点 我觉得很好 然后还有就是 我很喜欢最后一篇 那个月娘 就是 为什么叫月娘 是因为里面那个女主角 她是出生在月球上 她是 土生土长的月球人 所以他们就会被那个 被大家算是称之为月娘 这样的 比较亲切的称呼啦 那基本上 那本的主角就是她 这样子 所以她算是跟前面比起来 比较有单一主角的一集 然后那本的话 画迹也变得很漂亮 然后我刚刚也是说 在那本里面有关于 整部水火星年代记的一个 一个年表也写在里面 这样子 其他的话 我印象深刻的 哦对 还有一个那个 看星象 讲看星象很怪 就是 就是一个喜欢 观看那个天文的少年 跟一个那个戴眼镜的 戴眼镜装 把马尾变的少女的故事 他们的故事也还蛮长的 就是他们后来 创办天文社之类 就是也是很青春啦 可是因为 因为那个你知道 太校园太青春了 并不是我的菜 我觉得他们的故事 我就 虽然还蛮多篇幅 是描写他们的故事 但我就没有特别喜欢 加上又变成 有点奇妙的三角关系 我有点捏了 反正就是 不是我的菜 然后我个人就比较喜欢 那种比较幻想戏很强的 例如说 例如说像是 里面有一篇是那个 大家那个知道 那大地化图腾吗 就是那个 现在还有存在的 那个大地化 它里面的故事有一篇就是 有一个 他们家族吧 就是在 整理那个大地化 然后因为当时 当时代就是 他们已经在做那个 环境复苏 所以就是 在 大地化不是在很多 沙漠地区吗 它那边就是有水 水啊 他们就开始 饮水灌溉干嘛 可是因为 因为失气起来了 所以大地化 其实变得很难保存 就变成说 这位 我们这位那个 负责管理的 他们这一组的 这个女性呢 她就是每天都要清理 这个大地化这样子 然后 总之 这个故事就是 从她捡到一个 在沙漠中 旅途的 青年 这样的故事 其实她就是很日常 就是她捡到 捡到这个青年 把她带回来 然后就 这个青年帮助 这个 这个在管理 这个大地化 跟管理那个 进行那个 绿化 绿化工作的 这位女性 然后就只是一个 很 简单的 这样的小故事而已 所以 这边 这部 整部水火星年代记里面 她大部分都是这种 很像就是 可能一个男性 遇到一个女性 然后发生了一点事 的这种 切出来的这种 日常 的故事 然后带点爱情要素 所以 如果要我给她标签的话 就是科幻 日常 跟爱情 大概这三种吧 然后 我个人是觉得 看到后来的话 那个整个贯串 整部作品的那种 感觉吧 其实还蛮感动的耶 虽然说没有到 会让人像 以前看 霍星奇航那种 让人觉得 那种 我觉得霍星奇航 那部太 太犯规了 基本上虽然说 没有到这样 可是这部 水火星年代记 我记得算是蛮出色的 而且我记得 她好像 曾经有入围过 四十届的 星云奖的漫画部门 但是很可惜 没有得奖 嗯 有点可惜啦 这部 我觉得这部 她比较让我觉得 可惜的地方可能就是 因为她的 内容太 有中途 有点太乱 然后好像没有 疏离开来 会让人觉得 好像没有 环环相扣的 那么精巧 但是 我觉得这也算是 短片集的魅力吧 你可以看到很多 不同作者 她想表现的面向 她所想要 怎么讲 她所思考的一些东西 会放在里面 我觉得这也蛮有趣的 算是 嗯 短片集的特色 我觉得 嗯 嗯 那接下来 还有什么要讲的 我想一下 嗯 哦对 因为她 是长虹出版社 代理的 然后 所以实体书 老实说很难买 对 基本上 简单说 就是实体书 应该绝版啦 要找的话 可能要 上网找 看有没有一些 二手品 所以如果大家 对这部有兴趣的话 我觉得 可以从电子书下手 虽然电子书 只有前三集 但是如果电子书的销量不错 或许其他三本 后续三本也会电子化 之类的 不知道欸 就看看 看看出版社是怎么想啦 呵呵 欸 今天就只有阿芝威一个人 录音其实还是有点寂寞的 唉 我没办法 因为大家都很忙 总而言之呢 关于这部水货新年代季 的推荐 差不多就到这里 有机会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看啦 虽然画风算 真的是有点偏老啦 可能有些人会看不惯 但是 但是其实看一看 我觉得还蛮有味道的 因为那作者的 那个 画的画风 然后 还有就是 对 他里面角色的服装啊 因为他角色服装 有时候会看起来 很有那种复古风 就是 很有那种 19世纪的复古风 可是 可是你又对照一下 他们的一些 他们的设备干嘛 你会觉得 欸 其实好像又很现代 就是这种 会让人有点搞不清楚 时代感的这一点 还蛮有趣的 那一直到看到后来 才会真的比较明确的 知道说 哦对 这些全部都是 未来发生的事情 就是可能 距今一千年后 发生的未来的事情 可是其实仔细想想 你也不知道 这到底是不是地球上 发生的事情 虽然他们那颗星球 母亲也叫做地球 可是你怎么会不知道 它是不是平行世界之类的 之类的 反正就是还蛮 蛮可以想的啦 对 好啦 有机会 大家真的去翻一下啦 还蛮有趣的啦 虽然说 呃 虽然说不能说是那种 会让人觉得很精巧 就哇 超棒的啦 的那种 可是就是 看一看会觉得说 欸 这些人还蛮可爱的嘛 或者是会觉得说 啊 这个故事我喜欢 大概就是这种比较 呃 点到为止嘛 的这种感觉的作品 嗯 好啦 那就先这样子啦 谢谢大家听到现在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下一本应该 算是科幻啦 但是 欸 要算日常吗 呵呵 没关系 总之就是先这样啦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啊 上班 上班 我们要工作 上班了 回去回去 工作 哦